蔡英文喜欢的陈建仁啊 喜欢的这个胖周瑜 郑文灿啊 能不能接掌大卫 以情势来看好像也有点困难 所以左看右看好像也只有这个赖清德 但是你要赖清德在上任党主席的时候就说什么 就说那个学伦的部分 拜托四项党务革新 包括积极杜绝黑金 彻底解决学伦问题 有网友马上嗨起来 有没有 你猜臭小英男孩吗 难怪一一那么恨赖清德 哪壶不开提哪壶 台南检讨会 结果你要开除高嘉瑜等等 当然这个讲到学伦论文的问题 他第一个台湾恐怕讲到的不是林志坚 就是蔡英文嘛 所以蔡英文也很有戏 在他剩下的任期当中 他会不会惊天动地呢 这个介大使 外传肖美情跟独派代表 积极地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让美国邀请蔡英文去访美 不是过境 像泽文斯基一样到美国国会去演说 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英雄一般进场的时候 全体起立鼓掌 帮台湾加油打气 是不是 他给他一个大礼 到时候给他这个礼物啊 美金啊等等 然后呢 这个赖清德那头要选 蔡英文这头在美国国会演讲 你觉得有可能吗 会怎样呢 这个不能完全排除的可能性 你觉得你觉得也是 因为美国国会现在众议院 她可以做这个决定啊 如果共和党团的话 他们就决定她就提个邀请函啊 对不过现在其实蔡英文 她不是不能去美国 她是不能去华府 对 就是说我们有五个人是不能进华府 那以前像阿扁的话过境都 那个马英九都直接到纽约了 你就是不能进华府了 那更不要说去国会参加官司的这种活动 所以这就不只是过境 什么回她的母校 这不是这个概念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变成 就是说96年的飞弹危机 那就是李登辉执意要去她母校去演讲 是李登辉在推的 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是 克林肯他是反对的 那可是美国的国会呢 是做了很大的 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最后成型了嘛 那所以后来就造成飞弹危机 那个时候两岸的军力还是很 没有像现在这么悬殊 那如果说是到华府的话 那李登辉还没有进华府 李登辉是在Cornel 就是啊 对还没进华府呢 就已经那么大渲暗 所以这个东西要准备 就是两岸真的会 会真的是天崩地裂的一次发展 那这个部分就变成就是说 为什么独派会很喜欢做这件事呢 独派一直认为要台湾要能够独立 一定要美国跟中国大陆直接开战 打一场战争 美中之间的战争 美中开战 台湾就鱼洋得力就可以独立了 这是这个逻辑 这美国人也知道 所以就是说他可以 我想这个想法应该很多人很早就来做了 不过就是说 如果美国国会要做这件事 他一定事先会要蔡英文答应 免得你这个你的邀请书出来 蔡英文不去啊 要配合演出嘛 对一定要先讲好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蔡英文自己本身也要把它想好 那如果这个消息走路的话 那美国的行政部门可能不会去撕压美国的国会 因为他管不了众议院 他可能会跟蔡英文讲 说你不要接受 可是这个就变成 因为美国也不想跟中国大陆真正搞一次真正台海的大危机 而且美国也没有 也怎么样站在里驱的部分 这是美国挑起来的一场大冲突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觉得美国会邀请 可是蔡英文 关键在他敢不敢去 还有就是说行政部门会叫蔡英文怎么做 蔡英文的话 要不要听美国行政部门的话 那我觉得最后可能还是会比较黄调 因为蔡英文也没有几天了啦 没有几天了 他现在520嘛 对不对 就一年多了嘛 那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他下台之前挑起一场两岸大战 那这他自己要考量的事情 那是他一念之间了 当时在这个李登辉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军力是很悬殊的 两岸军力也没有这么失衡 所以那个客观条件是不一样的 现在蔡英文要面对的客观国际环境 是完全不同的 那造成的后果也是很难 就是说那个代价是非常大 就真的是天崩地裂了 天崩地裂 那讲到这个赖清德的什么中华民国 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主权 这个现在已经独立了 名字叫中华民国 这其实是老调 那由他说出来的话 那就是一个问题 就变成说 你像年轻人都觉得受骗了 那海外的这些 主张了两代人 那么几十年的这些主张台湾独立 捐钱出力的给赖清德的人 那他是不是欺骗了这批人 对因为年轻人的想象当中 最简单的是国号一定要改嘛 叫台湾共和国或什么之类的嘛 所以你还叫中华民国你跟我说 所以年轻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都觉得有被骗的感觉 然后觉得俗辣对不对 俗辣而且大陆 你像大陆一定讲就是说 你别装了 你就换个招牌 你骨子就是台独 因为大陆不能接受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是互不隶属 那请问他这样讲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说年轻人也会吐他 大陆也不相信他 美国也不相信他 大陆也不接受 基本上我觉得他讲给美国听的 就是说我没改变现状 他认为这个名字都没有变 可是问题我对他 我对这些人这样子做 我是怀疑他的道德水准 为什么 我因为太没有道德了 对不对 你这样子不就 你以前说我是要成立台湾共和国 所以你们跟我捐钱给我 支持我 结果以后 就说对不起 我现在做不到 我还是留着中华民国这个招牌 那人家就说搞了半天 你不是玩真的 你不是为了台湾 人民台湾共和国抛头如啥 你原来就是想做官 你就想要 你就想吃香喝辣 你就是想掌权力 你会不会标准太高 我是觉得这个政治 还是要有一点点最后的一个 道德上的一个完整性 那他这样讲 美国就不会疑他了吗 因为他不疑美 美国依赖嘛 你觉得美国会接受吗 这样就说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台动武的底线 就是法理台独 对 事实上随你怎么讲 可是你不要去动宪法 你如果你去试试看修宪看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他还是 我还拿中华民国招牌啊 可是他的问题出现在他的 他的这个独立 他这个搞独立的这种基因 比蔡英文跟陈水扁都强很多 所以人家会讲说 你会不会拿了权力以后 你就变了 你现在是又想骗一个大位子 就跟你当初骗人家去支持你 叫台独支持你一样 你现在又骗美国 骗这些支持中华民国的 好像也 你不错 你也支持中华民国 你也要骗 你就骗来骗去嘛 那你到了你真正掌握权力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这样做 人家会怀疑他的 就是因为他骗来骗去 那说实话他就是要那个大位 那就说那就是年轻人感觉被骗 那支持台湾独立 过去这些独派的也受骗了 对你们这些人搞了半天 你才不是跟我一起搞台独 你就是想做官 你就是想要权力 你就是想要荣华富贵 对不对 什么都可以 你今天你随你这个宗教信仰一样 你不能随便换的 所以你换来换去以后 那你就是 那你就说穿了就 人家很多 那是神棍 那这就是政治棍 恶棍 正棍 正棍 拿来骗来骗去的 政治是讲什么 讲意识形态 讲你忠于什么一个理念 没有忠 他没有忠心思想 也不忠于任何的政治理念 你台独就是一个政治理念 你搞到最后玩到快成功 人家说我们那是抛头鲁杀了 有人都已经什么 然后呢 他今天说做不到 那我就还是用人来招牌 可是这个官我还要做 我最看得起台独就说 我就是不要中华民国 只要中华民国在 我意不地情 怎么样 我就不吃中华民国俸禄 我只要把这个国家名字改了 我才出来做官 对不对 那你就这样子 以前我们碰到一些老一辈的这些长官 他还说中华民国在我就做一天 中华民国不在我就不做 我这是我的最基本底线 那这些人苏贞昌蔡英文 这个还有台独今孙最糟糕 天天讲自己搞台独的 只有搞到最后 只要有官就做 中华你现在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对啊 你有种据选台湾共和国总统 那你就是真搞台独 要不然你就是一个骗子 政治骗子 他当时在立法院讲出 我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还有很多人说 嗯好你有种 对不对 你敢讲 没想到后来他又缩回来了 身不改名做不改姓啊 做不改姓 对啊 他现在身 还没身就改名改姓啊 什么名字都可以 你只要让我做总统 你叫我 你叫我这个 你叫我现在赖清德好也好 王清德也好 张清德都可以 请你让我做总统 不就这个意思吗 这群人不都这样子吗 对不对 学伦的问题 其实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在警告 警告蔡英文 是哦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要动我 你不要以为我 我现在已经 现在民进党变成怎么样 两个司令部 我跟你讲 现在改组 我跟你打赖 赖清德绝对不知道 完全在外面 对不起 你那个司令部你玩你的 这边总统府 凯达格兰一号二号 一号跟那个行政院 这是我们的司令部 你根本没份 蔡英文跟赖清德 过去还在同一个办公室 听说也互不往来 同一个办公室都不往来了 现在一个在 在这个叫什么 北平东 没有没有 因为他还是副总统 所以他们还上下楼层 上下楼都不往来 两个都不往来 只有这个非必要出现一下 你看他们共同出现过几次 很少数的 然后选举到高潮的时候 那时候突然说 请赖副总统到那个 我们友邦去怎么样 推广观光 就是不想让他去抚选 这种关系 你想 所以他现在 因为他在那边 是个冷牙门还是个热牙门 那就要看赖清德的本领了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他就抛这些议题 他那个检讨会 他自己办的检讨会 这个就是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 对蔡英文的示威的一个动作 蔡英文听了一定很不爽 很不爽 现在又再抛一个学伦问题 蔡英文就坐在家里面 我看要喝两三瓶红酒 才能解气了 大家也没觉得好想看下去 对不对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